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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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結婚一樣嘛 結婚了 我就說我說我會愛你一輩子嘛 當時在寫說愛他一輩子沒有罰這個 如果沒有愛他就會怎麼樣 就罰錢 就罰錢 罰多少錢 這個律師 就要看每個人的身體 每個人的名譽價值是不一樣的 就像你如果是王永棄 或是老婆是林志玲 跟林志玲離婚也蠻該死的 林志玲有點 大 到了 我們很難得 第一次來到律師事務所 是一種這種 開心歡樂的感覺 通常我們在外面你在找律師的時候 應該是醜眉苦眼的 擔心我榮光萬發 走吧 我們來找我們的Peter Girl 他們 偷關起來了 我們不能偷看他辦公室裡面的樣子 開拍囉 好我們在等律師的當中呢 我先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為什麼我們今天會來這個律師事務所 找這個律師 就是我們曾經在我們的超人生的臉書裡面發了一篇 就是我們想要組一個律師團 那發這個文的源頭呢 就是因為在我們的社團跟我們的社群裡面 其實有一些我不認識的網友 或者是在看YouTube的朋友們 他們曾經都會有一些 老資糾紛啊 然後會有一些工程款收不到啊 工程尾款拿不回來啊 然後這個時候他問我該怎麼辦 那小弟我雖然有幾年的工程尾款拿不到的經驗 與其用我的經驗回答 不如我們找一個真正厲害專業 然後又可信的律師 跟我們一起合作或配合 於是我們就發了這個貼文 發了這個貼文之後 北中南的一大堆律師就來找我們 這個時候就是有一個非常有名 然後我看了他們的資歷真的是嚇壞我 他就說他非常想要力挺我們 然後跟支持我們的這個行為跟行動 好我們掌聲歡迎蕭律師 其實今天有個很大的重點就是 我們今天要跟蕭律師一起定出一個公版的合約 然後讓所有超人的粉絲們 或者是你只要你的家人 你的父母親你的親友好友 你會使用到工程會怕款項收不回來 那我們有 其實一般來說 除了勞資糾紛之外 我們在我們的頻道 或者是我們是很常遇到就是 他們可能很多個體戶 做一個簡單的裝修工程 回款一兩萬收不回來 然後業主就很發誕 就說不然你找律師告我啊 就是這種在個體戶的案件裡面 其實大家很容易忽略就是 那個總金額其實不告 尤其在你們沒有相關的證據的狀況底下 其實會造成後面要去 講道理的時候 非常的難度很高 那因為難度高 金額又低 很多時候就大家要吃門虧 通常請一個律師大概要多少的range 基本上應該也是要五到六萬元 一個省級是差不多 我們以前就有遇到啊 那種就是他就說 反正才兩萬塊你去請律師 他就想說他就打著就是 反正你也不會找律師 然後你找律師你可能要花更多錢 但是有一些人就是不爽 我就是吞不下這口氣 我就是要告他 那這個時候怎麼辦 就是其實 台灣的法律啊 有很多比較簡易的程序 像這種小金額的案件啊 如果雙方是有保有契約的狀況底下 其實可以例如說發支付命令啊 那如果相關的微款 都有簽一些票據 也可以做本票裁定啊 像發個支付命令 可能花一個程序費用 花不到一千塊 也許有制式的公版 那法院也都有相關的免費服務的律師 訴訟輔導的書記官 可以協助你們去完成這樣的填寫 台灣人有時候就覺得 寫白紙黑字好像很不好意思啊 或者是說這些案件有時候是靠 朋友有錢的轉幣 對對對 但是其實這邊我們要奉勸大家 就是說前面先大家有個規範 後面會真的少很多分子 對 找律師通常已經是最後要拔刀相向了 對 那我們怎麼樣去教我們頻道前的工業朋友們 你可以怎麼樣去奠定一個 最簡單最簡單的一個契約 通常契約裡面要符合哪幾個條件 第一個這個問題會比較大一點 那其實就是說第一個是說 我們要先定性今天要簽的是什麼樣的契約 我以前聽一個老前輩跟我講就是 人事實地物 對 他都一定要寫在紙上 其實不一定要在紙上 因為現在是多元通訊的時代 對 我們說我們什麼時候用LINE啊 雙方我們在現場 大家坐下來談的時候 會議的過程都有錄音啊 這些東西都是已經形成是一個契約了 我們教大家怎麼樣用LINE來打一個契約好了 從人事實地物嘛 就是要說 葉小姐你好 今天我們到貴府 就是哪個弟子 我們已經談到說要修浴室嘛 浴室的防水工程 我們範圍地點都確定了 那接下來就是工法 我們會鋪設什麼樣的防水層 幾厘米 然後再覆蓋什麼 這個我要站在牢房這邊講 這個要講到很細很細嘛 有的時候我會發案子給我工班 有的時候其實我也是接案子的那個人 然後我們大家心中會有個默契 當然就是把這個防水塗到多少多少 或什麼牌子 有時候會不會就沒有那個牌子 或是剛好買不到那個牌子 或是那個牌子漲價了 那因為勞工朋友們利潤其實很少嘛 他如果想要把這件事情 有兩個方式 一個可以我把它講得很實 就是金獅猴加倫塗幾層 如果要簡單一點就是防水工程一試 這樣是可以的吧 應該是說我們處理很多就是 有關於防水工程一試 這個價錢可能有9分 例如說他30萬 他可能對30萬的期待是 你要塗幾次 你要塗到兩三次 因為他其實很多的這種小工程 就是會有個大包嘛 再分包出去嘛 大包跟分包可能有這個默契 但是大包對 業主的那個契約就要寫清楚 人有了地方有了 工法也講好了 事情有了 對那接下來就是價錢嘛 約定以四萬五千元 對乘坐嘛 含稅未稅 對這真的我說 這是約定的問題 但是他鼓勵大家都要誠實報稅嘛 所以一定是要 含稅 對要含稅的 接下來就是日期 這個很重要 10天不能用浴室 完蛋全家搬起來 對對對 其實勞方一定覺得 我一定會好好做嘛 做的東西 不用寫的那麼詳細 重點是我錢 你要給我拿得到嘛 當然我們已經約定好了 付款的總額了 那現在就是 總額如何支付嘛 支付的方式 第一部分的資金就是說 在委託當下 就會支付第一期的費用 然後我做幾天做完 通常我會建議啦 就是你們就是預估說 第一次收的款 其實就是你們的成本 至少 就是廖綱而已 廖綱沒成本 對 接下來是 如果工程是比較長的 可能就會有中間的第二期第三期 那就看約定 那我們講的防水工程比較簡單 這邊建議就是 如果工程其實會拖很長的 或是總經驗比較大 你就可以分期支付 接下來就是完工的時候 會有一個完工款 那最後一筆 可能最末端的就是驗收款 類似我們在做政府公共工程 這樣子的概念 然後會驗收 那如果一般家庭朋友 他們找人家來做簡單的 兩三間一兩間的防水 那他能不能寫成說 肩負50% 對 然後為工作天五天內完成 那五天會完成後 業主看完 沒問題去支付 剩餘為款 對這就沒問題啊 接下來另外一個是 保障勞工方要特別去注意的 今天有一個義務是三天內要付 那如果沒有懲罰 這個這個約定等於不存在 所以通常就建議一個罰則 就實驗給付的話 按總工程款的 1% 2% 去計算違約金 其實有的時候也是一個意思意思 對不對 其實這個東西都是君子之約嘛 我今天如果成功幫助 照著合約的約定在走 如期支付 這個罰則是不會發生的 從另外一個方向講 如果人家不支付的是有道理的 例如說我覺得他的防水就 我才用第一天就漏下去了 我怎麼知道你做完三天之後 結果第四天就漏水了 那怎麼辦 你那個款項我們剛才說七天內支付 或者五天內支付 從業主角度 你就要多利用這段時間去試驗 這個東西有沒有問題 從業主段來講就是 你要利用那個驗收款 支付之前的時間 去多做使用 去做驗收 我們先叫完勞工的 所以就是我們就要教他們說 如果你驗收幾天內之後付為款 那如果他在這個時間內沒有付為款 一定要加上罰則 如果沒有罰則 我就擺爛 所以台灣人寫契約很容易是這樣 就是我們約平的義務 要做什麼事情 但是 一個沒有 沒有處罰的義務 是等於沒有義務 我就錯了嗎 對啊 以後沒有寫我會怎麼樣 這個我也是出社會大概五六年之後 我才發現一件事 就像結婚一樣 結婚了 我就說我會愛你一輩子 對 然後我違約的時候 以前就會有通姦罪 然後在外加要賠錢 現在就少了一個罰則 就少了通姦罪 所以現在當時在寫說愛他一輩子沒有罰則 如果沒有愛他就會怎麼樣 就罰錢 就罰錢 罰多少錢 這個律師 對啊看每個人的身體 每個人的謎譽價值是很一樣的 對 就像你如果是王勇氣 或是老婆是林志玲 跟林志玲離會滿該死的 林志玲有點 大的 那我們來回到老闆講雇主 雇主要如何去確保 就是在 防水工程裡面的那些 就是工程裡面是 承攬契約裡面 你希望他達到什麼樣的品質裡面 你要有一些客觀標準去做 其實如果你們契約寫得很不明明吧 你就會很容易覺得 法官是恐嚴 你期待法官用拔筊的方式去做裁判 那你就很容易遇到恐嚴 這些東西 你們一定是在業界是比我們更熟悉的 那你就告訴我們 你內心中跟他的默契是什麼 我把它寫合約裡面去 所以你有沒有建議越大的金額 運大金額就要越詳細 合約越厚 詳細當然勢必就會厚 因為那麼複雜的合約 通常政府也不會交給一個 第一次失作的人 並不是說律師你的合約 就百分之百不會出錯 我們現在賴的這個合約 已經訂出來了 賴合約就可以用 像類似這樣的方式打 那所以這個賴合約打上來之後 我上法院是有效益的 這個合約當然我們是發 這個叫法律上用叫邀約 雖然我們已經達成合約了 這是個double check的存證動作 如果我回OK 那就表示我必有了 那我已讀不回 那你就要問他說 太麻煩你們幫我們回確認一下 因為我們昨天都談妥了 一定要等到他回OK 對 如果你們會議過程 是有錄音或有證人的狀況底下 那當然就其實比較不太需要 但是就是各方 有一些文字的語證會最沒爭議 這是最簡單版 第二等級版就是這個直奔版 對 今天這份之後我們會把它放在網路上給大家下載 然後 大家可以依照你自己的需求 然後去做裡面空格的填寫 尤其是在工程款上 不管你是受約聘的 你是付出勞力的 還是你是資方勞方 你要特別以自己的利益為原則 去定住這件事 好 第一個就是說 今天你的業主跟承造的這方 都很明確 那例如說你現在認知是跟公司簽約的 或是說私人簽約的 超認真變成是業主 假方超認真 那假如你認知業主超認真是個空殼子 空殼公司 對 要找他老闆許先生 所以如果你覺得他比較有付款資歷 那從老闆的角度 你就要找一個有真的付錢資歷的人 去簽 所以我簽公司也不一定有用 我有時候 公司可以幫他倒啊 欸這招很厲害欸 對啊 我沒想過欸 公司就是開來倒的啊 欸他會叫他倒的 因為我剛才開公司的時候 曾經有人跟我提醒說 你要開有限公司跟工作室 一個叫做有限賠償 一個叫做無限賠償 對工作室基本上就是你 就是我嘛 就獨資商號 我如果變成有限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 就是我資本了100萬 我就賠100萬 我沒事囉 對對對 這個大家要注意 這個也是我出社會之後 才發現的一件事 人的擔保就是畢生的信用 那公司的擔保就是他的資產 你看一間很大間的公司 他可能登記資本的只有10萬 他的信用就是只是10萬 但是可能我口袋2000萬 你就跟2000萬的人簽 對對對 或者是有種方式是說 今天業主方 甲方會有個連帶保證的 用連帶保證的方式 把他的整個信賴的基礎拉大 你覺得我們鏡頭後面這三個 誰比較適合當連帶保證 我覺得你用的團隊看起來都是很乖的孩子 不要害他 我就覺得信用都很好 好好 三個一起做選進來 能拉越多人是越好 願意提供越多保證人那一方 通常是比較會有誠信的 對他的約束力是大的 因為當他出包的時候 就是這麼多人 都可以陪葬 那解決人了 接下來就是我剛才說的 到底要施作什麼樣的範圍 書面契約其實就是因為 我們怕我們的口語表達是比較有限 甚至有的東西需要靠圖說 那其實書面合約裡面 可以有很多的附件去做這樣的闡述 接下來就是說 常常的承擔契約裡面很常會就是說 到底材料要有誰負責 哦對 我幫你做完這個裝潢 我用R管還是我用鐵管 對對對 那就會差很多 提供材料的人 也會需要為了材料本身的品質 如果出問題要負責人 去保證 其實如果是像 從承擔契約裡面有時候 比較大部分啦 以台灣常見的應該都是 承擔人去提供材料 比較大案子 對對比較大的案件 蓋大樓營造業 或者是轉包的這種情形 律師這時候我有問題 工程啊 很多人都在罵說 台灣工程就一包轉一包轉一包 但是其實是真的沒有人有辦法 能力一個公司五百人 全部都在做工 那這個時候我應該要跟 最大的那個人簽嗎 還是我是應該要跟 主要的項目的那一間公司簽 我們先確認你現在講 你講的角色 如果你是業主方 你一定是對一個頭嘛 只要下面所有小包沒做好的 都是由這個頭來同意 對你的負責 這個在法律上裡面 利益跟風險的承擔都是同一個人 都 立法者去刻意於一個人責任 就是因為他會因為這些事情 而得到利益 當然他們除了發薪水給他們 他們也是你的手腳的延伸 所以他們出事情的時候 其實我要傳這樣 對對對 如果要用公司的名義 在做公司的事情的時候 例如說今天急著要去採訪一個人 路上撞到一個人 公司培養 對就是要負連帶責任 付出要負連帶責任 不過大家也有一個觀念 就是其實 很多像承染的人 或者是中間最下包的朋友 就是你都會覺得說 我上面的人他都賺更多啊 或者是下面的人就覺得 哇你抱太高 但是因為中間就像剛剛律師講的 就是承擔的風險程度不一樣 對 好那我們就一路看到第四項 接下來付款條件 就是剛才也有提到了嘛 就是說如果今天是一個小的工程 可能就是一次性支付 比較複雜的工程可能就會區分幾個時段 例如說建築 建築就是比較複雜的承染工程 只是蓋個三年而已 對 可能就是地基完成的時候 連續幣完成的時候 就會有幾個比較大的 算是里程碑的結構體完成的時候 會去做一些支付 那就是說媽媽要去約米說 每個時間點哥應該付多少的費用 所以這份合約裡面 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話 你可以自己去填寫啦 那個百分之多少 簡單的你就寫兩次就好了 如果複雜的可以寫到三次四次五次 對 大家是不是快聽不下去了 我跟各位講 你們已經做到百分之六十了 再繼續聽完百分之四十 你接下來的人生社會都會更好走 真的很認真要聽完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那期限嘛 剛才已經提到了嘛 大概要做多久 大家雙方要約米什麼樣的期限 比較特別的是說 如果這個期限 雙方都認為說 有一些事情是要亞洲比的 例如說有些不可抗力 寧願寫常業 對對對 也要保護老公嘛 也要保護承染方 也是保護業主方 我覺得它裡面有一項喔 像我們今年就遇到一個 超ㄎㄧㄤ的承辦 超ㄎㄧㄤ 它還可以ㄎㄧㄤ到一直拖我的時間 拖到我的竣工日 它能感到 它那個案子拖了我兩次 那我在裡面可以寫到 如果因為遇到很ㄎㄧㄤ的承辦 如果說是因為對方的不必要的拖延的話 這個東西是不會免除掉它 在法律上我就要去證明 它拖延了什麼事對不對 今天你應該就是發生這樣的狀況裡面 你應該就是要發個email跟他講 我覺得補這個資料的時間 可能會影響到我們的施工期限 可不可以請你就是一次的把我們做完成 所以如果朋友們要在上面寫上 如果因為擺爛嚴工的話 那我們要先定義什麼叫擺爛 不用定義成這樣子 因為上面只會約定說完工的期限是什麼 你就是只要做一個簡單的事 你發email跟他說 我們等待你這個流程 浮算入我們的施工期限 這樣也會讓他逼迫他趕快去做 反正我的工作日跟日曆天 要跟大家科普一下 你要記得要寫工作日 不要寫日曆天 因為日曆天就是 365天過完就沒有了 工作日就是它稱為1到5上班 5天 所以工作日是10天 你算起來要兩個禮拜是14天 是日曆天的14天 沒錯 這個要小心 就是你會發覺台灣的價比想像中多很多 對 好 拜拜 好 兄弟拜 那我們拍這支片的時候 他又完成了第二個和解案 好 那我們就一路看到了 那工程進度 就是你們兩方 你們要寫好工程的日曝表 那工程日曝表 建築的工程 比較會很重要 因為那第一個今天下雨 打幾厘米 風力多大 就可以停工 這是其實做成一個事後 大家雙方再去計算的 這個好的標準 就可以用 例如說你像你剛才講說 遇到很白爛的承辦人 你就可以上面寫說 今天遇到一個 今天我們要等待 業主方的這個流程 所以我們今天完全不能有進度 今天應該不記錄工作天使 然後你又寄給他 他又沒有一件 那其實就是一個 對對對 雙方 保護雙方 然後我們就一路進到了 工程堅固 這就告訴你 就是說我做這件工程 你要記得來看 就是如果你發現我用的料不正確 還是你覺得我哪邊做不好 你千萬不要到最後再走法律 你再做到一半的時候你就要講 因為有的時候真的是 不是無心要做不好 可能是沒發現 還是說沒注意到 甲方這邊 他發現這邊要修改 要快改 對 就先寫在這邊 工程圖說 那工程圖說就是說 如果今天是個比較複雜的契約 像我們剛才講的建築 他什麼樣的購置 哪邊會有牆什麼什麼 這些都需要一些平面的東西 做為契約的一部分 不需要用 都用文字來表達 都用講 第十個我覺得很重要 工作做到一半 難免要改來改去 其實我們一般人真的最常見的 承南契約的糾紛 就真的是裝潢 第一個他除了數量多以外 第二個是其實每個人都 可能一輩子就只有一個價 只要有個價 對對對 所以他對最後實際製作出來的 他一定會更有落差 花一百萬都會想要發揮三百萬的價值 就很容易只有想像 像今年就發生一個狀況 對 金屬全部爆漲 如果在這個時候 你可能就可以用到第十項 就是我們不要用金屬好了 我們用PVC 那我們該換什麼 我們在第十項的時候就可以寫 像第十項我們寫到說 如果假方變更設計時以方廢棄的時候 那這個東西我們要誰來付錢 因為當時你叫我叫這個料 我叫來了我買了 但是你中間你要改 那這個料怎麼辦 中間不論你要追加 你要多加一面屏風 多加一個東西 這些東西都最好是要有 一些約定 這個約定也可以就是 避免那個順便做一下 順便幫我做一下 所以你如果寫到第十條的時候 你就可以不好意思 我們依照第十條我這邊有寫到 如果你這個當時叫我加什麼加什麼 我要這樣就可以用 站得住腳 而且其實契約這種上 有關於每個工項的數量啊 東西商品的種類都顯得很清楚的話 到時候你清點的時候也比較好清點 好啦我們來看到最後一項了 工程保固我覺得這個 對保固很重要 其實保固是站在業主方 但其實我覺得這個也是保護勞工方 就是我們可以預期一個 保固責任是在你可以控制的範圍內的 不過這個工程保固我覺得 你就看大家做的工程是什麼 然後最後就是災害處理啦 就是如果遇到天災人禍啊 非人為抗拒因素啊 沒錯沒錯 這個千萬要寫上去 才不會因為颱風把你東西吹垮了 結果業主就說你還是給我照做 對對對 因為這個合理的分配你們的責任 第一個就是說 你今天是甲方提供 業主方提供的材料 他提供的機具 有時候有災害發生的時候 要怎麼去把東西移開啊 或是做適當的處置 一定業主最清楚嘛 律師很貼心的幫我們寫上 甲方自備材料的機具跟設備 如果臨時的工程項目部分 遇到有損失 那就是甲方自行負責 那乙方自備的東西 那這個時候就是由負責方負責 大家可能講到現在 會覺得公版契約其實就是 橫平保障兩方 合約能順遂的走下去 一定是不會特別去壓榨某一方 也是站在公平的角色 契約定得越公平 大家合作越長久 總而言之呢 在我們在這個最後的地方呢 就是消費師留了一個部分 就特別約定啦 假設你們雙方有想要特別約定什麼東西的話 你就自己寫在這個上面 訴訟的這個 每一個合約裡面一定都有這一條 如因本契約發生訴訟 然後雙方同意以台灣第什麼什麼法院 為第一管家 這個時候呢 小聰明就要來的 如果我是台中人 這個合約是我訂的 我就寫起台中第一法院 你就讓他坐車來 如果你打下去了在花蓮 有種就把他放在澎湖地方法院 對對對 最後我們合約寫完了 還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如果沒做完這件事情 你基本上這張紙是無效的 蓋上你 今天如果你選擇了跟公司簽章 你要記得 就是要看到公司大小張 那我怎麼知道他簽口大張 是不是真正的 對 所以你可以想請他申請 公司登記四項卡的硬件的卡 可以附在後面 那另外一個是 要確保 就是有的時候契約會不會被做抽換 所以中間要蓋起風帳 就是你的兩頁的這個中間 或者是三頁五頁十頁 你的中間一定要有張 雙方的張嗎 對對對 不然我就承籃原本工程一百萬 然後我就把第一頁抽起來 然後我再自己印一個承籃變十萬 對對對 我有遇過一種 我沒有帶印章 蓋手指紋有用嗎 指紋也很有用 在法律上 指紋跟簽名都是比較有用 其實蓋章 是少數國家在使用的方式 因為蓋章很好會找 好啦所以就是 這個最後結尾之後 我們就會把這個檔案跟後面的工程報告單中 簡易式的一張指示 然後讓大家下載 讓大家去能夠減少以後 遇到律師的機會 沒錯 希望這一集就是我們能夠保佑大家們 能夠在這個社會上都能夠順順滴滴 然後都能夠開心心的做完工程 那我們就以上再次熱烈掌聲感謝 謝謝蕭律師來替我們掌聲感謝 謝謝 謝謝超認真 謝謝超認真少年 我們是辯政國際法律事務所蕭律律師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補 掰掰 你以前遇過最荒謬的案子 我有以前剛開始當律師的時候 那個當事人就會跟我說 多少錢都可以 但是他說 但是我還要帶你去的地方 我們不能讓你知道我們去哪裡 所以他就拍車來接我 把你眼睛蒙起來了 對對對 真的喔 像電影這樣子 後來我去我才知道是委託一個刑事案件 所以去到那邊他說他們有個案件 現在被警方分擺 然後大概有十幾個人被收押 那希望我們整體的 把十幾個人都可以 確保安然無事的 弄出來 那如果最後有事的話你會 就換你 對啊你就有保證嘛 這個事務情況很複雜 所以那個案件我沒有接 還好沒接 不然今天沒辦法拍了 Head就是Creators in Taiwan 是位新媒體創造者所打造的全新平台 現在你只要下載Heading Video AV訂閱CAD 就可以提早兩個禮拜 看到我們的全新影片囉 媽媽去